那溫熱療法有沒有未來的一些展望呢? 基本上我們無論說用所謂的超硬波的方式加熱 或者用所謂剛才的攝屏膠或者是微波 基本上它不只有直接殺癌細胞的效果 還可以有所謂的間接活化免疫細胞效果 甚至會讓癌細胞的代謝 或者癌細胞的修復機制受損 讓你的癌症治療更有機會有效 所以你可以看說 如果熱療是不是在一些癌細胞肿瘤開玩道的病人 對腫瘤的局部做熱療 會不會降低復發轉的機會 這是一個值得去期待的一個空間 另外熱療剛剛有提到說 它其實跟很多的放療化療都有很好的加成作用 所以溫熱治療跟放療跟化療的搭配 其實是也被值得期待 另外剛才提到的免疫治療 是不是跟溫熱治療有沒有所謂的 其實他們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有沒有所謂的互相加成 甚至有試半功倍的效果呢? 基本上有一個病人是一個第四期的三陰性乳癌病人 其實在2013年他就發現了 可是後來他又復發轉移 後來用了很多的藥物 到後來其實已經沒有很多的藥物可以使用 他就用了免疫治療 再加上局部的溫熱治療 局部溫熱治療 然後結果他在同時 他在打低劑量的一個化學治療 跟一些小劑量的一個 跟一些所謂的免疫刺激的一些療法 你會看他的腫瘤 他的腫瘤本來這麼多 在這個地方 經過了這個一個療程 你看在這個地方 最後大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的腫瘤幾乎完全消失了 完全消失 所以這是一個 美醫治療 溫熱治療 再加上所謂的化療搭配 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治療 你在一個很沒有治療空間的一個病人來講 但是溫熱治療法還是有些副作用 因為他基本上還是讓體溫加熱 尤其是表潛式的這種溫熱加熱方式 他還是有機會會有皮膚灼傷 皮膚疼痛 但是皮膚灼傷跟皮膚疼痛 在放射治療的病人更是常見 所以基本上 而且他程度上 溫熱治療產生這種皮膚灼傷的反應 還是相對的程度上也沒那麼嚴重 但是有時候呢 如果你用作所謂的深部加熱方式的時候 有時候他可能會因為搭配一些藥物治療 可能會有一些皮下脂肪或肌肉壞事 因為你在加熱過程中間 很可能會讓一些皮下脂肪 或者是肌肉產生壞事 這也是有人有報告 這是一些他比較 不是算很常見 但是有被報告的副作用 但是大體而言 溫熱治療的副作用來講 還是比目前的免疫治療 化療 放療 他的治療的副作用要來的低很多 所以他其實被一直宣稱 被歐洲 美國很重視的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毒性相對最低的 一個癌症治療方式 但是它是一個癌症治療 目前當中當中 它是跟其他的一些傳統治療 很好的一個搭配的合併治療 重點是合併在過程中間 它可以增加療效 又可以增加一些抗癌的一些免疫的激轉 所以這個東西是目前 有越來越被去重視的一個心事 不過台灣現在已經慢慢有人在 開始在做這個溫熱治療的一個方式 不過就是說 目前這個溫熱治療的治療 還是屬於自費的一個品項 另外就是說 目前台灣溫熱治療的這個想法 還是有點比較停滯於比較 算是比較早一點的想法 還是不是很能夠搭配後面的治療 不過溫熱治療還是一個值得去期待的 尤其是在現在 連美衣治療 一個很夯的一個時代來講 重點是說 目前的化療 放療 它都有相對毒性的情況下 是不是可以經由搭配溫熱治療 來減輕化療 放療的副作用 這是減輕化療 放療的劑量 然後這是一個被值得期待 或值得探討的一個方向 好 那這部分就到此結束 謝謝